嗨大家好我是雷斯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就是 如何利用Excel来解决我们日常工作 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那这个案例的背景是这样的 就是我喜欢打羽毛球 然后我加入了一些羽毛球馆里面的社团 然后这社团呢就是你需要交一定的费用 比如说你一下子充值200块钱或300块钱 然后成为这个社群里面的一个成员 那这个成员通常会有一个人去负责这个账务的清点 他会去记录每一天的活动有哪些人参加 然后他充值了多少钱 然后他每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要扣多少钱 然后他现在的余额有多少钱 然后如果你余额不够的话 他会去提醒你 那我看到我加入那个社群里面 就有一个人专门在负责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每一天就要花一两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 就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我看他是用word文档去统计 然后不是那么的高效吧 然后我就想帮他去减轻一下负担 去设计一个表格 然后尽量的能够做到自动化的去处理 我是这样子去设计的 我们首先我们设计三张表格 第一张表格是会员信息表 那这张表格我们就主要是 给每一个加入会员的人 给他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 然后他的微信移称的话 他有可能相同对吧 但是他的会员编号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们要记录他加入的日期 对吧 然后这后面就显示他现在实时的余额 我们打开这张表就显示他当前还剩多少钱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一列全部选中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当前我们整个协会还有多少余额 对不对 这个账务清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 所以这张表其实我们不需要他去维护 对吧 因为这个是相当于只要新增一个成员的话 我们只把它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把这些信息填好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让他自动的去生成 我们用公司让他自动去生成 然后第二张表我们就用来做充值记录 那同样的我们这边用一个Vlookup函数 那这边比如说我们输入他的一个编号004 那他就会自动去查找对吧 账飞 然后我们把它的记录他的充值的日期 对吧 比如说我们5月13号对吧 充值了200 只要我们把它的充值记录把它记下来 那这张表主要就是用来维护充值的记录的 然后我们再做一张表就是他的活动日期 比如说我某天晚上局限活动 然后那些参加我们把它填起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5月13号对吧 比如说我们填一个5月13号 5月13号的话 我可能有有多少人 有十几个人 然后我把它名字写下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里边你也可以用一个Vlookup 或者是函数去查找 凡线查找对吧 你把名字输进去 因为你的编号 你不可能记住每个人的对不对 那你知道他名字输进去 然后让他自动显示这个编号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就直接是他参加了 有多少人参加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写一个公式 写一个公式 然后去自动统计 他的余额是多少 那这个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 在这个充值记录表里面 他充了几次值 对不对 比如说张三 他5月9号和5月2号 各充值了200 那么他应该就是 我们就要去用someif这个函数 去筛选 然后求和 就我们筛选 这个充值金额里面 这个会员编号001的这个人 他所有的充值记录里面 总共的充值了多少钱 对吧 我们用someif这个函数 去把它算出来 然后我们到这个活动记录表里面 去看他参加了几次活动 是吧 count ifs 去统计一下他参加的次数 他出现了次数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看他参加了两次活动 那么他应该是 每次活动是30块钱 对吧 那他应该是扣减了60块钱 所以我们用count ifs 去筛选 然后去统计他的参加的次数 然后再减去30乘以 他所有的参加的记录 那这个时候得到余额 就应该是340 对不对 他一共充值了两次400块钱 然后他参加两次活动减去60 这就是340 其他的人的话 比如说李氏 现在他应该指 我们看一下李氏的充值记录 李氏充值了一次充值200块钱 然后李氏他5月8号参加了一次活动 所以他的余额是170 那比如说如果李氏在这里 002李氏 比如说他13号又参加了一次活动 对吧 他又参加了一次活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李氏是不是自动变成140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我们去手动的去计算 就直接他会公司他会自动的去筛选求和 然后统计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这个钱 那如果你想看到来现在的余额不够的话 你可以筛选一下 对吧 你这个数字筛选 小于0的 对吧 小于0的把它筛选一下就OK了 所以就非常的清楚 也不需要我们去人工去计算去统计 那个会非常的好时间 那后面的话 我们只需要每一次统计这个活动记录 把这个人把它更新进去 然后这个充值记录 他充值的时候我们把它记录进去 那这个就自动的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节省时间 OK 那这个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